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住啊 在外面给别人看病耽搁了几天 郎主 俺是从东安县来的 俺爷爷的腿就是在您家老郎中给看好的 三十多年没饭 这不我腿也这病 也是跑了二百多里专程来求您的 是啊是啊 我们都是慕名而来的 别急 别急啊 咱们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啊 一点点 一ens 一ens 员 一ef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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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秦皇上 数格花五礼 好 练得好枪法呀 皇上 这时扒满武艺 您都试过了 该准我进宫当侍卫了吧 嗯 朕准送 就命你专职巡查 后宫和太医院 谢皇上 不 启禀皇上 晚妃娘娘因腿兵发作 疼痛难忍 请皇上过去 晚妃啊 感觉如何 你是专制鼓病的 怎么一次次看不好啊 皇上恕罪 奴才无能 站住 我是来给娘娘看病的 皇上 你们终于效果太慢了 我们的细药一天三次 细效快 皇上 细药止痛快 是我叫来的八多名 皇上 朕都替你脸红啊 奴才该死 皇上 太医院名册记载 治疗娘娘的这种病 只有顺治潮食欲医 王汝卿的竹罐疗法 有此特效 当年死人遭迫害出宫 从此杳无音信 不知他的后人 有无传承此法 他一定有后人相传 传直 全国张网 务必找到其后人入宫 奉天承运 皇帝赵曰 本朝太医院肃昭 顺治日理 王汝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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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眼睛啊 抓住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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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家腿上冒青烟了 皇上招咱入宫来 混蛋冒青烟 混蛋冒青烟 你有什么话好好说 大儿子干嘛 看看 你打坏伴 千万别着凉啊 你们两个赶紧收拾东西 把药带上 赶紧离开这儿 看把你吓得去哪儿啊 别不断 赶紧走 恭喜王郎庄 贺喜王郎庄 你们家啊 太让喜事了 快随我们去见仙太爷金井吧 什么喜事 多嘴 真是承仙太爷跟二位的福 嗨 快走吧咱们 来来来 二位的一点鞋挖钱 不成敬意 不成敬意啊 还是王郎庄啊 闯快 太娘啊 你跟儿子 赶紧收拾收拾 咱们进京的这个行囊 好 这个 你看 你看 二位官差平时呢 也没找照顾我们 这样 临京前呢 我想请二位啊 到隔壁的春香酒楼 喝杯喜酒 对对对 太爹 陪二位官爷多喝几杯 来来来来来 请碗请 environ 不首币 来了来了 快收拾东西 快 鸿烧鲤鱼来了 给我 好嘞 上菜了 这不是老板娘吗 你干嘛呀 小心啊我告诉你们家婆娘 今天怎么样 生意不过 这礼不过又来了 娘 你说 爹他什么意思 放着这么好的皇宫不屑 在这儿躲躲闪闪 别多问 赶紧装东西 王室烛罐 能受到皇上的重忧 是咱们 香 香里的 荣誉 是是是 荣誉 来 来 咱喝一个来 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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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进去 走 我们继续喝酒吧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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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催马快走 干 干 激毙皇上 山东八百里加急 清水教造反 已经攻破灌县 阳谷 东昌府 林秦告急啊 林秦告急啊 传阵旨意 令大将军苏和德率一万大军 山东 山东 进脚 爹 东昌 好什么 爹快走了 快走呀 快走了官兵杀过来了 好什么 爹 我听说官兵什么人都杀 你听我说啊 快走快走 咱们是看病的郎主 咱们又不是那个清水教徒 没事儿 好 好 太好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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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爱卿受了剑伤 不知现在伤势如何 谢皇上 微臣退伤已无大碍 幸亏当地以郎中 用竹罐将毒血拔除 竹罐郎中 皇上 皇上 皇上是不是王珠罐的后人呢 皇上是不是王珠罐的后人呢 郎中的现在人呢 回皇上 微臣见他医术独到 想带他入宫 可没成想 半路让他悄悄的给溜掉了 跑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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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是谁啊 皇上 皇上也知此人呢 我怀疑他就是顺志超时 羽衣王珠冠的后人 朕正要召他入宫 微臣该死 早就这样 臣 臣说什么 也不会让他在半路上溜掉他 再说他也是阿玛的救命儿人呢 小女说得对啊 救命之恩未报 心中甚感不安哪 皇上 臣临行前 已安排留守了少许将士 协助当地维持 这样 微臣即刻传令 让他们再仔细地查询一番 不必了 朕自有办法 真不知道爹你怎么想的 怎么又讨论了 跟着那个大将军命性不好嘛 说不定还能进光当义衣啊 气话 当初你僧祖爷爷 在皇宫当义衣 差点被人害死了 他老人家临终立下祖训 王室后人永世不得入宫 你能不能好好跟儿子说话 龙翔 快点走 你这样子 皇上 商船已经进入山东地界 救助长林卿 林卿刚刚平息判断 怕是不安全吧 上次南巡已经来过林卿 为何这次还要来 你说呢 奴才明白 爹 怎么躲在这个小庙屋子里又小又黑的 都快闷死了 你懂 你懂什么呀 自古兵匪不搅扰神明 躲在这里 安全 整天也不见光亮 我 我想出去 透透气 不行 你要是遇到了官兵怎么办啊 都这么多天了 官兵走不着走啊 就官家狡诈 兵走了 留下暗哨 怎么办 那 我不管 反正我就想出去透透气 再 再说了 我就是在庙里院里走走 我也不干什么 就是 让孩子出去透透气吧 我都闷得快受不了了 谢谢你啊 来 回来 行了 快吃饭吧 就你惯吧 从宗祖爷爷到咱们这辈 都好几辈的事了 你何必那么认真 多稀藏啊 不遵祖训 不孝爷 老爷们哥的 娘娘放心 我宗祖就是顺治朝御医 我这竹冠疗法专治腰间腿病 我保您两次见孝 三副药 三副药痊愈 果真如此 那本宫 保你在宫中做御医 谢娘娘 是微臣纵名太后 历见名医王郎中 特来给娘娘聊志 难怪圣祖康夕也多次来游玩啊 多次来游玩啊 实在是好地方 实在是好地方 山中狐蹄斧 云间仙人家 小天儿 长得不错啊 跟爷回去 我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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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走 陪爷玩了 都不逃 别逃我 你 跟我 爹 陪爷爷 敢那被我偷袭了 你不想活啊 你 我 爷爷 爷爷 老人家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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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好汉相救 小老弟过签了 危难之时 敢出手救他们爷爷爷俊俩 你才是好汉哪 孩子 我 赶紧扶爷爷回家吧 管家 我知道 你家是用竹罐 看病的狼种 我等着 你等着 你 宗家 你腿怎么了 刚才亲那小子扭了一下 我看看 我看看 你不行 你又不会治病 我会 跟你说个秘密 俺家呀 是专门用竹罐 给治病的狼种 俺宗祖爷爷 还在宫廷里当御医呢 这是皇上赵榜 让我们进宫 所以我们才躲在这里的 进宫是一件好事 为何不去啊 是啊 可是俺爹死活不乐意去 更疼了 要不 赵眼爹给您看一看 小老爹好爽 就在前面 这个臭小子 不会又给我惹什么事吧 在个庙里能惹什么事啊 爹 娘 回来了 爹 看看 娘 又惹事了吧 先生 不是你家公子惹事 是你家公子打抱不平 爹 娘 多亏这个恩公 不然 我就没命了 娘看看 伤他没有 好 多谢恩公 多谢恩公 爹 这位大侠 他为了救我 把脚给扭伤了 我带大侠来 是想让爹看一看 有劳先生 好好好 还愣着干啥 赶紧的 快 好好好 请请请 来来 恩公啊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来出 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安公 对不起啊 贫医不去京城干兵 爹 你 闭嘴 先生 林青城里都知道 竹冠郎中救了大清将军的命 官军正在找您呢 不 我可没救过什么大将军的命 官府在四个城门都布了暗探 说不定很快就搜查到这个庙 抓到敢违抗军令之罪 他爹 之罪 咱怕啥 又不是找咱 先生说得是啊 如果不是先生 先生您就不必害怕 可是官府抓不到人 是不会罢休的 这城门管得如此之严 也影响先生行医啊 对啊 他爹 咱不如借这个机会跟恩公出去 一来呢 帮恩公救儿子性命之恩 这二来呀 可以帮我们躲过官府啊 恩公 真的能带我们一家人出城 您放心 官军啊不查外来做生意的人 你们呢就当是我的家人 他们不会查你们的 他爹 就听恩公的吧 对 娘说得对 好 看在 你是个孝子 我答应 跟你进京 到了京城 不可张扬 等我 给令堂治好病之后 你即刻送我们一家人回山洞 一言为定 王爷 时辰到了 该奇怪了 都是年稠的淤血 这都医治数日了 怎么一点好的感觉也没有啊 王爷 您这是多年的沉寂 不可心急 可这真眼 又痛又痒 王爷 这是病情在好转 您不用担心 我这腿疾都几十年了 可宫中御医 皆无良方 您这是多年积劳成疾 筋骨老化所致 王爷 我祖上创的秘方 专制此疾有特效 您放心 三副药后我保您痊愈 好 看上 谢王爷 您好 这怎么还有一把剑呢 您告诉您啊 这在京城 除了皇帝高官 那就是大户人家了 给咱划船的准是他家家丁 好 快 空兮 祸兮呀 大户人家 大户人家 冬到什么呢 元帝还跳不 跳啊 还跳啊 还跳啊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坏了 恩公是当今的皇上 平身 谢主龙恩 众爱卿 朕这次难寻 找到了顺志朝 寓衣王竹冠的后人 庚华 在 快请出王先生 和诸位见面 是 王恩公 皇上有请 快 曾宇 扣见皇上 皇上 这前些个日子 有一个王珠冠的后人 捧着皇榜到来 皇后已命他去给晚妃娘的治病 这老臣这条病腿 这两天也是他来医治 这怎么好端端的治又 多出来一个 怎么回事 皇上 请恕小民不知之罪 小民真的不是王御医的后人 请皇上放小民回山洞 你不是王珠冠的后人 那你儿子为何说事 皇上 是小儿无知 他胡说八道的 皇上 请恕罪 我再问你一遍 你到底是不是 不是 我真的不是 拉出去 炸了 皇上 冤枉 皇上冤枉 皇上 皇上冤枉 皇上 他们父子二人 一个口口声声 说自己冤枉 一个自称王家后人 以微臣之见 此事先查清楚 再做处置 也不迟晚 好 把他们三口 暂且关押 这皇上啊 说翻脸就翻脸 说看透就看透 他灌在沙手上才出现啊 天知道 我找他说理去 他一个皇上还冒充生一人呢 可我管他还不是冒充的 你找他奖励 这是妇人之剑 我就是个妇人 可惜我却挠他我 他打不了 你咱俩屌了吗 大哥伯 站住 回来 王冷忠 你现在是宫中名医了 一进宫就得到王爷的赏赐 在下不图赏赐 不图钱 您费心 只要留我在宫中 当一名御医就行 我已奏命皇上 夸你医术高明 让你当御医 并让皇上赶紧杀了 那个王熙梦 还请您在皇上面前 多多替我美言了绝 师父 看来这个王是后人是真的 那个王长欣是假的 宁可留假的 不能留真的 师父的意思是 本事差的 对咱们没有威胁 请问小官爷 这皇上想把他们怎么样啊 这都一个多月了 也不说个黑白 听我师父礼愿判的意思 怕事凶多吉少 还想杀了我们不成 这么说吧 在太医院当御医的 一不小心就 看着 行了 吃饭吧 背比的 好 儿子 别忙了 爹有话跟你说 爹 何事 按照祖宗的规矩 咱们家秘方上最后四位药 要等到我临终宴起前 才能传授给你 但眼下不止是死是活 要杀就让他们杀我 今天我就把这个秘方上的药 传授给你 这四种药 对其他的药起调和作用 没有他其他的药不起药效 这些事你不可以用笔记 只能记在脑子里 不 不 爹 爹 要杀正人他们杀我吗 儿啊 已经没有争辩的余地了 这事关系到咱们王家 传宗接代咱们家秘方传承的大事 你是往事的唯一传人 不可为祖训 爹 外妃啊 外妃啊 你这是怎么了 皇上救救臣妾 臣妾快不息了 皇上 婉妃娘娘这是 呼吸困难 可有生命危险了 宫中 还有哪个御医能治 应该让山东的王熙梦过来诊治 如果她是真的 肯定知道病症原因 王熙梦 快 要杀了 他都需要 我需要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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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皇上 娘娘这是因药不事 引起的失创 赶快就知 是 夫人 取针 扎内观学 好 来 把这个化开 给娘娘服下 皇上 小民有一事相求 先救人再说 放心 皇上 不会耽误给娘娘看病的 说 小民把娘娘的病治好了 不求任何回报 只想皇上能放我们一家人 回山东老家 你可真会挑时候啊 好 阿妃啊 感觉如何 皇上 感觉好多了 快 给娘娘加窗棉被 多喝点热水 一会儿啊 就没事了 皇上 他是新来的太医吗 多多赏他 娘娘 我只是草民一个 皇上 娘娘的病好了 该放我们走了吧 皇上 不能放他走 走 上哪儿去啊 皇上 您可是惊口预言哪 朕 还没赦免你欺君之罪呢 皇上 皇上 皇上的意思 是让你们继续给娘娘和古王爷治病 以便真假 若是治好了便是真自然无罪 正合朕医病治好了 再说如何处置 娘娘 这个王郎周是真有本事 才半个夜 娘娘的腿果真就不疼了 好 好 好 王爷 您这病 是由韩师 臂祖 经络所致 王郎中所说甚是 古王爷的病 是孤僻难症 不过 王爷请放心 四服药后 即可恢复正常 果真如此 本王爷万分感谢 对 顾王爷 王郎中和王长心相比 哪个艺术更好 王希孟郎中扎过针后 头脑顿觉清爽 浑身轻松 针眼也不疼 王长心扎过 从来没有这个感觉 王爷 这是因为我们家 在针子前后抹了特殊药膏 这种药 对针尖 有快速愈合的功效 再有两副药后 娘娘和王爷的病 就痊愈了 到时候 你在皇上面前 给我美颜两句 先给我请个赏 再请个直 最好 别低于三匹 好 我已经和皇上说过了 我在宫里混了二十多年 才混了四片 我一定让你比我高 谢院判大人 王长心 干什么 走 你不是干什么 放开我 王长心 你老实说 你是不是 王氏竹冠的后人 回皇上 家父自小 教我用竹冠秘方 给人治病 并叫我记住 竹冠秘方 是我曾祖所传 说曾祖 曾是顺治朝 宫廷御医 你祖上明慧啊 回皇上 曾祖王汝卿 皇上 此人胡说 汝卿乃我 曾祖明慧 是 史公公 太医院的名册上 记载了几个王汝卿 禀皇上 太医院名册记载 顺治朝 只有一个王汝卿 我祖是真 你是假 真的假不了 假的 也真不了 王长心 你家的祖传秘方 用了几味药 回皇上 家父传我 四十八位 王西梦 你家的呢 回皇上 祖传秘方 四十八位 太医院 名册记载 也是四十八位 王长心 你已经看了数日了 爱妃的病情 一点也不见好转 广王爷的针口 还起黄水疮 你做何解释 这 回皇上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也许 娘娘和王爷 他们两人 不适合用我们家的药 无稽之谈 请问 这位王先生 你家的药中 可有紫竹草和蝉厨 皇上 您看 此人才是假 他守着皇上 还想套我家的秘方 不说 你就是根本不懂药理 这 有 这药是活血化瘀 行医的人都指 那剂量是多少 紫竹草 五千五 回皇上 王爷和娘娘之所以饮诊 一是剂量上 紫竹草 虽有活血化瘀 消肿止痛之功效 但剂量 绝不可超过三千六 多了 亦引起严重引诊 少了 则无疗效 这是你们家的药 引起严重引诊的原因 二 是针头感染溃烂 那是因为 你家的药中 根本就没有 能够促使针口 快速愈合的功效 皇上 家父曾告诉我 曾祖当年在宫中当御医 一个叫王怀德的御医 欲逼索秘方不成 便陷害曾祖 不知王怀德 是否是他的祖上 你胡说 家父说我祖上 是堂堂正正的宫中御医 怎会害人 王昌心 你祖籍哪里 祖籍 家父未曾说过 可我自知 从小自岭南找到 王昌孟 你家有祖籍哪里啊 回皇上 小民 祖籍山东贯县 禀皇上 太医院名册记载 王汝卿 是山东贯县人 当年陷害王汝卿御医 叫王怀德 后被顺治帝 发配岭南 王昌孟 你怎么会在临卿行医 回皇上 只因犬子 少不更事 勿接皇榜 无奈 待妻儿全家 逃到临卿 为何逃走 祖上有遗训 王氏后人 不得入宫为医 请皇上恕罪 皇上 家父只说 曾祖叫王汝卿 未曾说叫王怀德 再说 我家住岭南 可祖籍不一定是岭南 不可以此论真假呀 皇上 皇上 太医院名册记载 当年顺治帝 还赐给王汝卿 成化此万针 专为宫中用针 两人不知谁有 王昌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依旺 丰 Those two magician 两家的恩怨 乃祖上所结 念其不知实情 还请皇上 免他死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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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来呢 以后小哥哥在宫中有人欺负你找我 哥哥要是想学扫堂腿也找我 哥华 不可与兄长玩笑 知道了 妈妈 年轻人莫怪 莫怪 好 就我能帮你 这看病的医术 我可帮不了你 这宫里 可和外边不一样 能看看头疼脑热的 就能会口饭吃 王熙梦 一个乡间郎主 能进太医院 受皇上恩仇 关键是有独门秘籍 而你呢 只能看一些犬皮小籍 入宫这么多年了 你是无一点掌尽 总这样怎么能行呢 卿家说得对 王爷爷 以后你我一同共事 有什么事尽管找我 谢大人太爱 我先把朝廷 给太医院定的规矩 给你说说 属下静听教诲 朝廷对御医管之甚严 第一 给皇上太后皇后诊疗时 要由院室院办陪伴 所用药物必须由院室院判审查 建药后先尝试 第二 所有药物都由太医院报经内务府购金 此事皆由我监管 你看 大人 朝廷规定我不敢违背 但我家是秘方 可否不按此规定用药 王御医 这是掉头的事 本冤判不敢不遵 可是 王御医 皇上 突然脚跟疼痛 选你诊治 这 皇上 您感觉清些了吗 清些了 朕这脚跟痛是何原因 回皇上 您这是古弊所致 日后还要多活动活动 但不可太劳累 说得是啊 朕已年进五群 是该注意身体了 王御医 臣在 您现在用的针 还是当年顺治爷赐给你祖上的 成化祠晚做的吗 回皇上 正是 成化祠晚做的磁针 磁质细腻 硬度大 对皮肤伤害小 这个针呢 就别用了 收藏起来 作为留念 朕呢 在此你识之 成化晚做的针 供皇室专用 谢皇上 此王赵恩 玉陪一条 王夫人 玉簪一支 王洪祥 请花晚一个 谢主隆恩 谢主隆恩 皇上 微臣还有一事相求 奉天承运 皇帝诏约 王赵恩所用秘方药物 由他自主购买 钦此 赵恩 二位慢走 王御医 您可真是神医 我这胳膊腿疼痛多年 阴天下雨更严重 李渊潘看了很多次都没见效 他还跟我们要好处呢 就是 李渊潘来了 走吧 快 吴离请 李大人 里边请 请 请上座 李渊潘 您有事 传我一声就好 我是途经此地过来看看 你还有什么需求 怨潘大人费心了 王御医 上次咱俩商量药方的事 我是怕你不知 违反了朝廷的规矩 新来的御医都这样 本院判的意思是 先把朝廷的规矩说给你 知道你家是秘方 然后再去皇上那儿 给你求情 没想到 王御医先去皇上那儿 告我的状 岳潘大人 您误会了 岳潘大人 此言诧异 我爹根本就没告你的状 怎么跟岳潘大人说话呢 到我去 王御医 王御医 汐儿 有话慢慢说 我家格花格格扭了腿脚 快去看看吧 好 格花格格 那快去 不 我家格格说 让王红乡议事去就行 我怕他去不方便 还是我跟夫人去吧 方便 方便 叫儿子去吧 还愣着干吗 快去啊 快 那 那就请格格妹妹 把脚伸出来吧 看把你吓的 亏你还是个大夫呢 来 这儿疼吗 不疼 这儿呢 疼 疼 疼 就这里疼啊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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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里疼啊 柯格格妹妹 别怕 这个不是那么的疼 就跟跳蚤咬了一下 你怎么扎 我都不疼 吃饭呢 发什么呆 没发呆鸟 小子 我跟你说啊 你可是打小 就跟你表姐定下娃娃亲的 你可不能显如飞飞啊 看你说的 想想就飞了 再说了 老家都知道咱跑了 等不等咱还不一定 休要胡说 爹 我就是去给看个腿 没想想 记住了 咱们哪 刚进皇宫 这好多人哪 咱还都看不透呢 你爹说的对 就那个李渊畔 我看他 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子 我是弄难受 你又信口开河 我跟你说过了 不要无缘无故背后议论人 谁像你啊 满眼镜里都是善良的人 给那么多人看病 一两小米都不说 那些人 衣补国体 食不保富的 自古就是如此 穷人看病 富人拿钱 是啊 李大人 格格随皇上为烈 对花草感到不适 腿急复发 提前回宫 皇上口谕传王御医前去诊治 您安排好了 请公公放心 我就让王御医去给格格看就是 告辞 告辞 花草不适 什么 他愿意愿说王御医给嬷嬷看病去了 今天来不了了 这王御医也太忙了 连皇阿玛的口语都不听 明天一早再去请他来 爹 史公公说这宫里的药书啊 就咱们随便看 这是好事啊 那你得好好学 准备考御医 伯父 伯母 洪翔哥 格化哥哥来了 来来来 快请坐 快起来呀 来 各位坐 坐 格化哥哥来了 伯父 额娘手腕受凉疼痛 想要请洪翔哥前去给额娘拔拔罐 有 夫人不是 那我亲自去看看 伯父 额娘说了 就叫洪翔哥去就行了 额娘还给洪翔做了件假袍 想让洪翔哥去试试 那 那就谢谢夫人了 洪翔 快去啊 去吧 好 妖头 快叫李冤判崔王御医 给格格看病 格格腿痛难忍 冤判出城了 我刚从王御医门前路过 房门锁着 王御医今天没来当职 你若不信 我带你去看看 那快找人去找呀 格格发怒了 这皇宫里除了皇上 谁敢去指使王御医啊 昨儿他就没来 今儿又不当职 这是看着皇阿玛不在宫中 慕无本格格了吧 格格 奴婢再去找他 不必了 这个王兆恩就是不听我的话 我出去购药 安排药童 催他几次给格格看病 他就是不来 他有这么胆大 请皇上问格格便知 皇阿玛 你都不知道 儿臣请王兆安来看腿 可他就是不来 是儿臣不如意嬷嬷 还随意不公职 不公职要他何用 该治他个目无皇室之罪 传王兆恩 臣叩见皇上格格 为何不与格格治病啊 臣不敢 无人通传 微臣给格格认病啊 你还敢狡辩 采风去请了你两三次 你都不来 臣从未见过采风姑娘 皇上 奴才是找李渊畔 安排王兆恩来 李渊畔没在 就叫药同安排 皇上 臣每日都有记录 九月初一 臣在御医房 给果王爷的家院治住骨 一日未有离开啊 九月初二 格花格格 请犬子去给苏妇人看看手腕 臣除小姐一次 也一日未曾离开 要不传二位询问 叩见皇上 微臣刚寻查至此 听到王御医所述事实 九月初二 确实是微臣去请的王御医 给额娘治病 应是药同暗中捣鬼 陈药同 皇上 既如此 那就是药同疏忽 误以为王御医不在 他是奴才手下 年少无知 都是奴才管教不周 奴才怨领罪 请格格恕罪 格格恕罪 格格恕罪 李渊畔 看在李贵人份上 又是药同误传 本格格不怪你便是 皇上 此事不简单 有人另有企图 既然格格不怪罪 李渊畔 快去好好教训药同 下不为例 多亏元氏平息此事 不然皇上定会降罪于我 想要看了这个香吧 皇上 哥哥 拔好了 这拔完罐倒是挺轻松的 但是这疼痛感也没减少啊 哥哥 您别着急 您这骨病可是多年晚期 两副药后 饭客见效 三副药后才能痊愈 王大人 王御医 多怪小人懒惰 没能亲自到您这儿来看看 让大人您谋受委屈 小人该死啊 药同 药同 快起来快起来 人呐 办事都有不周全的时候 不怪你就失了 格格的旨意你不传 你有这个打啊 冤判大人知道 找王御医看病的人多 他外出是特意安排小人 给您传言 都是小人的错 与愿判大人无关哪 谁信你 这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 这药同都道歉了 谢大人恕罪 大人以后有任何吩咐 小人万此不辞 药同 你这话就严重了 咱们同在太医院 以后遇事啊 咱们多照顾 相互体谅就好了 大人教训的是 假如大人以后要用到 预药房的药 我优先给您 好 爹 雨腥草 甘草 苍儿子没有了 王御医 这些预药房都有 我给您拿去 要多少 不用 让红香去同仁堂 去购就行了 预药房的药 大多是从同仁堂购进的 那我们也不要 王翔 你给他去拿一些吧 大人 预药房离您这这么近 我给您送来即可 不 还是让他 跟你一块去去吧 去吧 行 你说这孩子鬼头寒闻眼的 他的话能信吗 他都来道歉了 你不信又能怎样 我是说他没这个胆 背后肯定有人指使他 你又怀疑李院判 那宣判大人 已经在皇上面前 把错认下了 还跟我道歉了 人家知错就改了 你还能怎样啊 就你度量大 什么事都能装 妇人之见 有些事啊 该装就得装 咱们得明白咱们的身份 现在人家是在太医院当差 这得饶人处且饶人 但愿好心能有好报吧 爹 药童说了 这都是同仁堂最好的药 而且还多给了咱们医血 不计账 这余燕的药 进出都有记录 怎么还能多给呢 药童说了 她用她自己的俸禄补 也算是对我们的一种补偿 如果我们不收的话 就代表没原谅她 今天这药药味儿怎么这么重啊 哥哥 微臣这药方上的药量是不变的 可是以前没有此味儿 这味道 就像我在草原闻到的那种草味儿 我一闻到它就浑身发痒 不会是皇上刚赐给的外国胭脂吧 不可能啊 刚才还没有呢 哥哥 确实有一种草药的味道 像是青蚝的味道 不过微臣这药方里没有这味药啊 会不会是从外面飘进来的 可能是吧 我们先拔罐 是 我们先拔罐 虎相哥 不父伯母呢 确与哥哥看病了 你家用寓医房的药吗 用啊 怎么样啊 爹说都是上好的药 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没事 随便问问 虎相哥 这么用功啊 史公公给的书 叫我好好看看 未来啊 考个御医 有你们祖传的经验 还有太医院上好的药书 你肯定考得上 爹说了 就我不光要学会治骨病 其他的也要学 那你就可以 世世代代在宫中为御医了呀 虎相哥 你愿意世世代代为御医吗 我倒是愿意啊 就是不知道爹愿不愿意 伯父不愿意不要紧 我给你出个主意 什么主意 你在宫中找个媳妇 你就走不了了 不行 爹在老家就已经 给我订了娃娃妻 指父为婚 让你见孝了 所以说 我要在宫里娶个媳妇 我爹指定不乐意 那好吧 我叫皇上给你赐婚 赐婚 赐谁啊 你在这宫中看上谁了 这 我 那 隔花来了 伯父 伯母好 隔花 哥哥好 我寻查至此 进来看看 好好好 黄御医 快去看看吧 隔阁眼睛红肿 浑身发痒 皇上传你快去 好 马上去 马上去 快走 伯母 您就别去了 我跟伯父去就行了 行 那你们快去 快走 他来之前没有此味 他来之后才闻到 这才半个时辰不到 身上就骚痒难忍 朕也闻到有股药味 这味以前有吗 以前没有 皇阿玛 定是他王兆恩见儿臣 向您告状 所以才下药陷害儿臣 皇儿啊 你别担心 果真如此 朕饶不了他 王御医到 微臣叩见皇上 好了 快来看看这怎么回事 回忆皇上 哥哥这是 引诊所致 是你的药引起的吗 微臣的药 绝不会引起 引诊之症 你胡说 你一进来就有此味 不是你还是谁 哥哥 如果是微臣药引起的 那现在应该没有味道了 可是现在 味道依然这么浓烈 那就说明 药物还在 你大胆 你说这药是我自己放的 哥哥息怒 不然 请格格 移驾宫外 如果格格有所好转 那就说明 药物还在宫中 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皇阿玛 儿臣觉得身上好多了 皇上 这是从格格床头找到的 皇上 是清浩 是清浩 格格就是闻的这个味道 引起淫症的原因 就是这个气味 快拿开 怎么会在床头找到 恐怕 是有人偷放的 你想想 王玉一来之前 还要谁来过宫中 除了长玉来擦拭过床头 再没有别人来过了 禀告皇上 长玉刚才在玉花园 遭人暗算 急禀皇上 刚才微臣巡查玉花园 发现长玉神色慌张 不知何故 便跟上前查看 微臣一路跟随这玉花园 突然听到一声惊叫 待微臣赶到时 长玉已经遇害 暗算 皇阿玛 这中间一定有人暗中指使 不然为何惨遭毒手 他与王玉一无怨无仇 但为何要这么做 莫非是前几日 他打碎了我的玉镯 我打了他 他怀恨在心 皇上 此事定有内情 满门再查吧 王玉医啊 冤枉你了 还请你继续给哥哥治病啊 是 皇上 王玉医 恕我错怪你了 还请王玉医莫怪 微臣 深正不怕影子血 怎么会怪罪哥哥呢 一直以来 王昭温在太医院能站得住脚 看了股病的你都离不开他 皇上更是信友于他 弄不好 你的职位可不不好啊 我早意识到了 正让药童 王昭温暗插他的 秘方用药 光是那样还不行 还得得到他的治疗方法 才能掌控他 可是他的祖传医术 不让外人学 明着不让学 来 来 来 看我不是 这要我 再来 你不得 你不得 在下告退 慢走 师父 找我有何吩咐 查清楚了吗 在于药房共拿了二十种 我同时还查了同仁堂和京城其他药房 一共四十四种 他家秘方不是一共四十八种吗 其余四种从来没在御药房拿过 王御医啊 愿判大人啊 何事让您亲来啊 无事不登三宝殿 我这徒儿有求王御医 师父在上 徒儿给您客套 药头 药头 你这是何意啊 快起来 快起来 王御医是这样 进来找你看骨病的人越来越多 我怕你这身子骨受不了 想给你找个帮手 药头一直很仰慕你 想拜你为师 这不我带他过来了 多谢大人 不用不用 我们能忙得过来 这是孙侍郎的意思 但不知是否是皇上的意思 那就西厅院判安排 对 徒儿谢过师父师母 谁答应你了 药头啊 快起来 岳判大人 家有祖训永不收徒 这个拜师礼我看就免了吧 让药头就给我做个帮手啊 那呀好 叫药头给你买买药 跑跑腿即可 药头也懂得学位 他帮你拔拔棍就行 药头 药头 以后要好好跟师父学习 苑判达人放心 我一定好好地跟王安石求学 好说 好说 你说这个李苑判 派药头到咱们家来 不知道打的什么鬼主意 你没听出来吗 那可能 也是皇上的意思 谁知道是不是皇上的意思 皇上才不会管这事了 那怎么 你要找皇上对治去 反正我觉得他没按什么好心 他肯定是冲着咱家秘方来的 咱用的药就不该在宫里拿 咱家秘方上的药啊 没在宫中 在宫中拿的都是普通药 那就好 对了 咱可不能教药童拔棍啊 他懂学位 看看就会了 咱家秘方啊 主要是那四味药 还有药的药剂上 我怕咱再被算解了 你放心吧 我洗柳树 对了 你别给药童脸子看啊 知道了 我去 师父 师母 师弟 你早来啦 师儿 谁让你当师兄了 你不认我当师兄 反正我认你当师弟 咱俩个头岁数相当 别人不知道的 还以为咱俩亲哥俩呢 谁给你是亲哥俩 你又不是让你能生气 我不想 师父 不必生气 师弟他会慢慢认我的 师父 听说这真是瓷碗片做的吧 瓷盆也能做 瓷盆也能做 我 师父 这么一包药里面都有多少种药啊 这一包是四十四种药 可我听史太监说 卷宗上寄的是四十八种 那四种药是药引子 不能算正药 正药就四十四种 四种药引子 幼童啊 你既拜我为师 该传你的 我一定会传给你 记住了啊 小麦面 大麦面 桥麦面 还有芋头面 各一包 师父 放这些能有何用啊 徒儿 师母告诉你 他们的作用 就是起了怪之后 好呼住真眼 对 师母说的有理 我还以为你有多机灵呢 他在哄你 面糊糊能忽住真眼 徒儿愚顿 师父 可我们还是不知道 那四种药都是什么啊 这四种药肯定是他的秘方 但无外乎是活血化鱼类 你快去查一查本草纲目 看除了这四十四种药外 还有什么活血化鱼的药没用 是 师父 可是都已经三个多月了 我还要在他那干多少十日啊 你自己干得了吗 那主棍的时间 跟火候我都记下了 王兆恩还让我扎过两次针 他我身上涂的药 就是那主棍里面的药水 我用腊仁儿 已经试扎了多次了 听 国舅爷的亲家常年患住骨病 你装作王兆恩儿子去给他诊疗 然后咱们向皇上举报 他违反朝廷不许宫外就医的规矩 借此把王兆恩赶出宫去 红翔 待会给苏夫人拔罐 别忘了买点糕点给隔花家带着 夫人要是留你吃饭 你就帮着干点活 尽快点 好 这话辞针怎么少了一只 你们俩俩谁动了 我没动 我也没动 这就奇怪了 王于一家人哪 太实在了 初来乍到 不懂宫里门到 这宫中啊 向来是 儿鱼我诈 勾心斗角 以他们家人的心想 很难适应 各花 皇上命你巡查太医院 你呀 要剁驾留意 以防他们早日安算 阿玛 我一直暗地里盯着太医院 她是里院叛和药童 想暗中算计王家 好 你找谁 我是来给国舅爷 亲家治病的 我是宫中御医 王赵恩的儿子 王洪祥 那请进来吧 哎 师父 师父 你让我给国舅爷 亲家治病 他 他 他突然死了 可 师父 什么 你应该得救我 没头的东西 师父 功力关子下来 我就没病了 快 师父 快 快 没听到我的命令 不能出去 是 禀皇上 国舅爷 求见 让他进来吧 国舅爷 见驾 皇上 御医王赵恩 叫儿子到宫外看病 致使臣亲家死亡 请皇上为臣做主 什么 请身 谢皇上 王赵恩 让儿子私自在宫外行医 还死了人 按朝廷规矩 御医 不准在宫外行医 他们一家向来老实芭蕉的 敢违背朝廷规矩 皇上 是他儿子自己说的 亲家的人不会说谎 他用的针 就是皇上您赐给他的 他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翅膀硬了 你就敢默辱朝廷 大王赵恩 交刑部审查 遮 王医 有人告你宗子杀人 请你封根到刑部候审 都带走 这 你往发点 不要啊 你不走 你们不能走 我们天天让女人看病 我们杀谁了我们 去刑部山变 我们只是方便行事 夫妻 你先别着急 你快去军机处找我阿玛 让他去求皇上 我还有事 快走 快走 你父子二人 可知罪 大人 我们父子二人何罪之友 干吗 干吗 大胆 胆敢咆哮公堂 你说不出 我们父子二人最出何处 就动手打人 这不符合大清律条 大清律条 给我装糊涂是吧 来啊 给他念念 八月庚子 御医王赵恩 罔顾朝廷归制 纵子宫外就医 致使国舅亲家李忠良 命丧皇权 大人 我们一家人 从未出宫就医 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啊 还给我死不承认是吧 来啊 给我带证人 来 来 站住 干什么呢 我找 苏大人 苏大人有事儿出去了 草民见过大人 给我看仔细了 是不是他杀死了你的父亲 对 就是他 我记得他下巴上门那个屋子 你胡说 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你 大人 我儿子 那天 在给苏夫人看腿疾 这 可是皇上遇赐给你家的 橙化瓷针 是我家的橙化针 这是你儿子 逃跑是丢在李家的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这也不能说明 就是我儿子干的 前几天 我家中丢了一支瓷针 会不会是有人偷了去干的 我要是再问你 你是不是还会说 有人把你家药方也偷走了呢 无力狡辩 人正无证俱三 来啊 把他们打入死牢 等我禀告皇上后诊 给我还啊 若我 还 滚 皇上先制奴才失职之罪 都起来吧 谢皇上 谢皇上 家世郎 神的结果如何呀 顶皇上 王兆恩已承认 誓皇上遇赐的辞贞 李家也确认誓其子所为 人正无证俱在 按律 其夫子当战 请皇上定夺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没想到王御仪表面上这么老实 却干这种伤财害命的事 奴才 以向上人头担保 此案属实 家世郎 他父子都杀呀 他们父子犯有数条重罪 其子犯有直接杀人罪 当战 其夫犯有纵子杀人罪 藐视朝纲罪 私自出宫行医罪 亦当战 是啊 人容 绿条难辱 对对 不杀 难以平民愤 皇上 念在他给臣妾及宫中这么多人治好病 请法外开恩 皇上 奴才怀疑死者是否年龄大 应有其他病也未可知 杀了他们也实在是可惜 毕竟他是皇上您亲自到山东请来的 史公公此言差异 这样才能彰显皇上不寻思情 这样吧 姬子 王鸿祥私自出宫 故诊杀人 不杀他吧 不杀也不好向死者家属交代 至于王羽衣 将为一事 留宫后佣 不是 大哥 你不是送我回家吗 我家在这边啊 少废话 快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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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爹 可不孝 早知道这样 童初就不来皇宫 害得咱们家 如此下手 这都是命 人哪 不能跟命抗争 儿啊 咱们家祖传的秘方 我都跟你说了 这最后几位药啊 是专门营养骨骼的 剂量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记住 明天哪 我就去找他们 让他们指杀我 不 爹 听我把话说完 你一定要活着出去 出去以后啊 到山区 边缘的地方去行义 把咱们家这段事啊 写到族谱里 告诉皇家后人 永世 不再入皇宫 爹 爹我不想你死啊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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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爹 爹 小姐 哥哥大叫 你心中 才狠毒辣 我一定 不是 小皇上不怕 抱他哥哥 我 什么人 她来 几瓶走 快 君爷 君爷 你们 sharper母 rê 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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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见皇上 我要见皇上 我要见皇上啊 放开我 孝儿 我要见皇上 我要见皇上 儿子 我要见皇上 这年轻人不知道犯的什么罪 这么年轻就要被杀头了 太可惜了 皇上 这件事都是李渊潘与孙侍郎 何谋教小人干的 目的就是陷害王玉一家 把他们赶出宫去 没想到 却出了人命 孝儿该死 请皇上赎罪 快找东西 吴时三刻已到 人 干什么 娘 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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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儿子 孝儿 孝儿 我们已经还成心成意 给你们宫灵干病 你们把阿吴欠我们 就是这药房惹的活 我给你们拼了我 给我拿下他 孝儿 孝儿快走啊 孝儿 你快走啊 孝儿 快走啊 孝儿 给我先把这小子给我斩了 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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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下留人 刀下留人 上时的 你 奉天成运 皇帝诏曰 王洪祥 遭人冤枉 当场释放 贾侍郎 贪赃枉法 听之后审 钦此 孝尘 截止 我认译 与免 我认识 岂会 这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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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债去顶带花灵 拉着 斩了 皇上 皇上开恩哪 皇上开恩 孙氏吧 朕 是教你管人的 也却毫无人性 贪赃枉法 别回老家 永不任用 没收全部家产 债去顶带花灵 滚 谢主不杀之恩 谢主不杀之恩哪 你掌管大青绿条 就为了贪财 与人同流合污 贪赃枉法 又网判了多少案子 冤枉了多少好人 皇上 饶命 之子一案啊 独三是肝赞 立岳畔 是皇亲国亲 所以在 住口 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你不知道吗 现在罪家一等 便去新疆 永不任用 超莫家产 来人 再去顶带花灵 是谢主论 谢主论 谢主论 你们都听见了 绿条面前 人人平等 谁敢胡作非为 朕 绝不少软 一定 严惩不待 王爱卿 起来吧 谢皇上 祝爱卿 都平身吧 赵恩啊 朕 对不起你啊 让你受苦了 给你 和你家人 配礼了 皇上 小民患苦 王赵恩 明封 朕 封你为太医院 三品院判 王洪祥 为四品一事 张桂花 封为淑人 令此文银 五百两 皇上 小民不要封赏 王院判 朕 朕 只要再世一天 你就别想出宫 可是皇上 王院判 我看你就不必再推辞了 我们大家 也是真舍不得 你们一家人回山东老家 还有一件大喜事 今儿个朕 要给阁花 和王洪祥赐婚 朕就当这个洪娘 三日后 完婚 谢出您的恩 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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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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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